大家有没有看到现在我们要走进去这个码头 真的可以说是非常多的人潮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云霄飞车 有摩天轮 都非常非常的 大家都玩得非常的开心 小爱爸爸呢 为了要让大家看得到这个 我们坐海盗船的时候 是可以看到海景 所以小爱爸爸决定要拨命而出了 其实 从现场看起来 小爱爸爸搭上海盗船 为观众来体验欣赏海景的实况 真的是博命演出 透过画面上可以清楚得知 从海盗船上确实可以看到 壮阔的太平洋海景 让人不需此行 其实它不是非常的大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个云霄飞车 还有一个摩天轮 摩天轮也不是非常的高 然后它等一下有海盗船 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基本上几个邮据 可是你知道吗 它在整个海边的旁边 我们可以看到海岸 这就是一个整个非常好的一个玩乐的环境 让大家既看到海 可是又可以享受这个乐园 给孩子们带来的乐趣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在那个海客馆上面那边都有很多货柜屋 可是大家可以看这个马戏团的娱乐其实在美国是相当盛行 其实在台湾我们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种玩乐的一个气氛的一些设施 相信很多亲子的孩子们一定都会亲子的家庭们一定都会玩得非常的开心 看到这个海滩旁 大家也可以拍过去看 都有一排一排的餐厅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曹晋公园 未来其实都可以在它的曹晋公园的这个海客馆的这一面 做更多的餐厅跟有特色的卖饮料的地方 跟有一些特色的餐厅 或者是一些餐酒馆 或者是到晚上一些酒吧等等 这都是一些对于整个区域的这个观光 或者是玩的这些品质游客们 可以带来很好的一些内容跟服务的一个方式 谢伟阳强调 基隆拥有的条件绝对不输日本横滨 德国汉堡等国际大港 他期望可以在曹晋公园或外木山海岸 打造全台湾第一个海景额同乐园 一起让基隆更好 今天有媒体报导 说基隆不适合做海景儿童乐园 这样的事情来做回应 那事实上我要跟大家说明 我们的海景儿童乐园呢 是在那个闲置的大草原 加上隔壁的停车场 那呢我们也会未来规划 所谓常态型的设施 就是真正盖一个儿童乐园在上面 然后呢冬天来做休息跟维护保养 或者是站形式的设施 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就把这些游玩的器具搬到这边来 跟市民来同乐 那这个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规划 所以绝对是可行的 那我觉得有很多人说台风不适合基隆办游玩 但是海科馆也是在一样的地方 我们全台湾都是四面环海随时都会碰到台风 所以变成是政府只要有好的配套 我们不应该应噎废识 也不应该说因为基隆有台风 所以任何玩的地方都不适合 我认为那样子对于基隆的观光发展 都是有一些不好的先入为主的这样子的认定 所以来跟大家特别做一个解释哦 记者王日生综合报道 我帮你我帮你